我们接下来说说冠军球队中国女族的事 前天中国女族官方微博发出了消息 21岁的小将张灵燕当选2022印度女族亚洲杯决赛未来之星 并且配文小身体蕴藏大能量 替补出场建功未来可期 这真是太好了 我们也祝贺张灵燕 实至名归 而这两天英国的球星贝汉姆转发了张灵燕的微博 并祝贺她夺冠 这样大伙非常非常的关注 贝克阿姆是怎么说的呢 贝克阿姆是在微博里写到了 说林燕 我记得2013年我们的会面 你通过努力得到了回报 并且实现了自己的梦想 这太棒了 再次恭喜你夺冠 仅仅过了12分钟 张灵燕就发文回应称 谢谢贝叔还记得我 送我的签名的足球 我还一直珍藏在家 我也会继续努力的 有网友还问 这足球名将和这位女族新星的梦幻 联动是从何说起的呢 咱们就来排一排 原来早在2013年的时候 张灵燕刚刚入选国家女族少年队 因为在亚洲少年足球锦标赛上的出色表现 被选中参加一个活动 和英国球星贝克哈姆见面 两人啊 因此就结缘了 当时呢 贝克哈姆就送给张灵燕一个签名的足球 以示鼓励 而在随后的采访中啊 张灵燕更是激动的说出了 自己对于足球的热爱 想带领这个中国 组织队带次超越的那个生活的一个时代 想带领这个中国 组织队带次超越的那个生活的一个时代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